西瓜称之为夏季水果之王 而且是世界五大水果之一 在前球范围内,广泛中殖 现产地可能是非洲 早在汉代就潜入我们中国 如今我一个不单是世界上西瓜产量最大的国家 它的消费量也是敏机第一 虽然我们平时食用西瓜,但可能也有不少言文 食西瓜到底是热还是粮呢? 为什么冰镇后的西瓜会更加甜呢? 西瓜皮有没有特殊的营养价值呢? 另外西瓜更甜,那糖尿病患者可不可以吃呢?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有依据可说的 大家好,我是藉医生 这一期影片我们来讲讲西瓜 西瓜属于葫芦科、西瓜属、印年生、慢生、藤本植物 它又名为寒瓜 关于它的燃产地,学界长期存在多种的说法 包括非洲、意大利、南部、西亚、南亚这些地方 美国医学家里斌古斯顿 于152至156年在非洲探练 非洲中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周边的稀树草原 发现了多种的野生西瓜禽落 其中有些甜味可食的 有些只供质料类的不甜品种 还有些果实白色但苦味的类型 他推测这些苦的野生西瓜 可能就是栽培西瓜的祖先 157年他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 提出南非是西瓜的燃产地 这个观点随之给大家广泛接受 早在四千多年前 古埃格的壁画上 已经刻有西瓜、径曼和果实的一个同岸 当时大家只要种植的是 以取子为目的的子用西瓜 公然前五世纪左右 西瓜传播到欧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 公然前四世纪经由海路 前日印度的续展地抗战到东南亚各地 到了公然前一世纪 西瓜由延着丝绸之路由陆路进入到中亚波斯和西域地区 13至14世纪后 西瓜从南、欧全部到北欧 到了16世纪 由全日美洲、俄罗斯和日本 最终在全世界都有港版种植西瓜 我国栽培西瓜的历史也很有久 在五代时期就有相关记载 在中国、新疆、南疆以及中亚地区的西瓜 种植都有一千多年历史 最早在我国种植西瓜的是西域的回合日 即是我们今日新疆的维护异族 后来西瓜逐渐走入我们平常的百姓家 成为大家喜欢的水果 而且在全国各地推广起来 其实按用途来说 西瓜可以分为五类 野生西瓜、治疗西瓜、燕烟西瓜、子用西瓜 和普通西瓜 野生西瓜就燃产非洲 果实比较小、果皮又硬 果肉白色、不适合生食 治疗西瓜果实很大 虽然和普通西瓜外形相似 但它的甜味比较少 一般来说是港行地区种植作为猪的治疗用 只用西瓜都叫紫瓜或打瓜 球形的果实比较小 甜味一般 但只大而多 那它栽变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至于我们平常吃的普通西瓜 切开之后可以看到红色果肉 同时可能出现黄色或白色果肉 其实我们吃的西瓜 只要吃的就是果肉部分 有些朋友问 西瓜有什么营养成分呢? 其实吃西瓜最止观的感受不是甜 而是水分多 西瓜的水分含量超过90% 是夏天消暑解渴的好帮手 饭养方面 西瓜含有维他命C 善食纤维 隔尾 但含量也不算太高 比较维他命C 每100克只有5.7毫克 不过西瓜含有一些特别值得关注 就是番茄红素 番茄红素是天然色素 首先是内狐狼白素 抗氧化能力比较强 研究显示 他对健康有多重益似 以防身体管疾病 调控血压 保护前列腺心脏 护肤 以防吉德斯松 都有潜在的保护作用 很多人一听番茄红素 第一反应就是番茄 但实际上 西瓜的番茄红素比番茄更高 而且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比较红狼西瓜 每100克的番茄红素 含量是3.3毫克至10毫克 新番茄只有2.57毫克 西瓜鲜食又可以吸收 其有效性比番茄高分之40 另外西瓜的热量很低 每100克只有31千卡 有些品种例如静州3号更低 只有26千卡 远低于苹果 最后很多人都发现 将西瓜冰进之后会更加甜 这其实也是有科学道理的 西瓜的总糖含量 大概100克 6.2克 其中果糖占了3.3克 果糖有冷甜的一个特性 温度而低 甜味而明显 这就是因为在40摄氏度以下 温度而低 甜味而明显 原理就是在于果糖分子里面 有一个糖环的结构 当它温度升高的时候 糖环结构就会开环 形成一个开链的结构 这种结构很难跟我们 美国上的甜味的受体结合 所以它的甜味降低 但是当我们温度下降的时候 糖环的比例就增加了 果糖就可以更加紧密地 所以它的甜味自然就增强了 冰镇西瓜在吃起来更加甜 其实是低温使果糖的结构更加适合 给我们感知这个甜味 更有些朋友问 中医是如何认识西瓜呢? 中医认为西瓜有清热解暑 除烦止喝离尿的作用 可以缓解夏季纵糞 小便不利 咽喉肿冻 口肝溶这些症状 不过很多人会疑问 西瓜是良性还是热性呢? 很多人在吃西瓜 反而上火 生口腔溶 就会怀疑它是不是热性的食物 其实从果肉到瓜皮 西瓜是一层比一层寒凉的 红色果肉看起来阳光温暖 但是它的清热作用都比较弱 只要是伸增子壳利练的作用 果肉和瓜皮之间的白色部分 它的寒性更加强 从中医角度来说 对容易上火的人 可以多吃白色果皮的部分 中医日药这部分是西瓜皮 中医叫做西瓜皮 这就是整个西瓜里的清暑调热 利尿伸增作用最强的部位 《本经逢言》里记载 西瓜可以引心包之热 从小肠膀下舌清心包之火 同时还可以解热病大壳 所以被称之为天然的白虎汤 白虎汤是伤寒林珠冰的名方 主要作用就是清热伸增 解饭除鹤 尤其可见西瓜皮的功效是比较突出的 有些朋友问自己新人 糖尿病可不吃西瓜皮 首先西瓜属于低糖水果 有检测显示 它的含糖量是4%到7%左右 只要是葡萄糖、蔗糖、果糖 另外西瓜的升糖指数72 在所有水果中都是属于比较高 属于高升糖指数的水果 所谓的升糖指数 的反应是食物食入后 导致血糖升高的速度 但是升糖指数 是最高食物中可消化吸收 淡水化合物的升糖效率 在七试时排除水分 膳食纤维、脂肪、蛋白质 这些不可直接参与升糖的部分 只是针对那些可以给人体 消化吸收 而且会展发葡萄糖的 碳水化合物部分 来7定期的升糖反应 但是西瓜的含水量是超过90% 就使它每100克那天中 大约含有5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 西瓜的血糖负荷一般少于10 是属于低血糖负荷食物 血糖负荷值是低于米饭、饅頭、煮食 甚至低于苹果、葡萄 这些常见的水果 所以西瓜是属于低血糖负荷食物 意思是说虽然升糖指数高 但是每次食入泥的时候 可消化的糖分不多 整体来说对血糖上升的影响比较少 简单来说就是食食量的西瓜 是不会使血糖升得太高 不过如果血糖控制得不稳定 就不建议吃西瓜了 但是对于血糖稳定期的糖尿病人来说 是可以适量地吃一些西瓜 但是饮食的整体控制仍然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无论你吃这个东西 甜不甜 吃太多 或者时间不对 都会对血糖造成影响 那么吃西瓜的时候 如何才使我们血糖影响到最小呢 第一 就不要打成果汁了 因为西瓜质的升糖指数会明显升高 对血糖影响会更大 第二 不要吃太多 虽然西瓜恒糖量不高 但是量一多了 血糖照样都会升起量 一药一次 大约是吃100克便可以了 第三 可以适量地少吃一些主食 如果想多吃几口西瓜 可以把米饭或面食稍微减一些 但是 四 血糖不是稳定的时候 就不建议吃西瓜 稳定后再适量食用 但是五 吃西瓜的时间 是放在两餐之间比较理想 可以避免血糖风值太高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